沈嫣是贫困生肖花 也是我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我联系她身形轻瘦 每天早退去打她喜欢的糖醋小牌 她对我神色弹幕 去温柔地招呼竹马 凯哥吃饭了 她交不起学费 被学校勒令退学 我求我爸资助她 她很不情愿我可以拿你的钱 但是你必须远离我 也不要痴心妄想 我会爱上你 她背着我送她限量款的包包 带着名贵的手表和竹马谈恋爱 学校里都传她是富家千金 我怕伤她自尊 从来没告诉过同学真相 她请同学吃饭 一只千金和竹马出去旅游 发现我给她的卡里只有二十万时 打电话过来骂我 沈青燕你瞧不起我也不用这样 我爱她如命 一毕业就求我爸给她开了公司 她成了人人追捧的沈总 转头就花两亿穿着婚纱 向竹马求婚 然后把我逼上天台沈青燕 每次你给我钱我都觉得恶心 你不懂我只会用钱侮辱我 这些年幸亏有凯哥 要不然我根本支撑不下来 我万念俱灰 被沈烟推下天台 再一睁眼 沈烟不耐烦的神情在我面前放大 打个饭怎么这么慢 还不快点拿来 我一盘子扣她头上 你是乞丐吗 只会找别人要饭 想吃好的 找你妈别喂点吃的像条狗一样 在我端着饭盒 匆匆忙忙的往教室赶的时候 我重生了 低头看到自己小心翼翼护着的饭盒 安妈自己一句呸 自己当包子 活该狗跟着 教室里沈烟正在给竹马讲题 温柔的语气我不曾见过的 沈烟看到我好看的眉毛皱起来 脸上满是不耐烦 打个饭而已 怎么这么久 凯哥有胃病 你不知道吗 苏凯赶紧出来打圆场 清燕是好心的 不要这么说她 她被肥肉挤压的 只剩下一条缝的眼睛 流露出不怀好意的目光 虽然其他的同学早就回来了 但是沈清燕不一样 她平常就是一副 富家公子哥的做派 打饭的时候肯定也慢一点 这话一出 沈烟对我的厌恶又增加了三分 敏感的她总觉得 我在用富家少爷的身份 胁迫她 前世的我不懂 还以为苏凯在给我解围 傻乎乎地拿她当好兄弟 现在想想 恨不得回去扇自己一巴掌 燕燕你不要生气轻燕 就是太担心我了 苏凯温柔一笑 满脸大度 你呀你就是太能包容了 沈烟无奈坐进她的怀里 满脸爱意地捧起苏凯 黑胖的肉脸 苏凯满脸宠溺 看得我一阵恶心 我冷冷地看着她俩俩人 打情骂俏 完全把我当成 是被猪油蒙了心吗 见我站着没动 沈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上浮现出怒气 你又没给凯哥带海带鲜虾汤 说多少次了 她胃不好 需要喝汤养胃 沈亲眼 你真是恶毒 她一整言辞地骂完我 肚子发出一声 不合时宜的叫声 她瞪我一眼 给苏凯拉开椅子 凯哥这次先将就一下 苏凯温柔一笑顺势坐下 沈烟坐到她旁边 向我伸出手拿来吧 我白痴一样看着她 你是乞丐吗 以前我给沈烟送完饭 会坐在一边 静静地等待她吃完 刷完饭盒后 再急匆匆回到食堂 扒拉一口冷掉的饭 长此以往 我落下了胃病 别人或许不敢相信 堂堂沈是公子明珠集团的继承人 面对沈烟的时候 竟然这么卑微 沈烟愣了一下 眉头微皱沈亲眼 你又搞什么把戏 我没搭理她挑起一块 色泽诱人的排骨放到嘴里啊 真香沈烟忍不住了沈亲眼 我还没吃饭 没吃饭你就去吃 你是没手还是没脚 只会在这狗叫我 骂完她周围传来嬉气声 沈亲眼疯了 敢这么说沈大小姐 她不知道学校的楼 都是沈家出资见的吗 沈小姐就是让她 打两顿饭不至于吧 这不是她心甘情愿的吗 我为了追沈烟 限量款包包 名牌手表流水般地送出去 她照单全收 然后数落我 沈亲眼你送这些东西 是为了侮辱我吗 我敢忙低声下气地解释 然而第二天 她便会背上限量款的包包 引来众人的赞叹和吹捧 学校里流传着 她是沈家大小姐的传闻 竹马也对她青睐有加 但她从未对此 做出任何解释 看着她背在身上的香奈儿 我扯出一抹讽刺的笑容 再让你得意两天 我看向那个说话的同学 要不从明天开始 你来照顾沈小姐和她的坠续 她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想到她俩吃着饭 骂娘的样子 我才不当这冤大头 沈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何曾对她这样 极言力色过你 她饭卡里的钱 只吃得起二两米饭 晚自习之前 俩人匆匆忙忙地回来了 沈烟脸色很不好 她走到我面前沈亲眼 你是故意的 不是好好的 你又发什么电 沈烟闭了闭眼睛 她扬起纤细的脖梗 小声地挣扎开口 你的目的达到了 我接受你给我饭卡充钱 哦 这是从食堂 吃了顿冷米饭回来 脑子吃坏了 她继续说到 凯哥有胃病 他不能吃冷米饭 这下你满意了吧 但是你不要妄想 我会爱上你 我不敢置信地拔高声音 我冲钱你俩吃 她慌张地左右 看看见没人注意这边 恢复了高冷的模样 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 我深吸一口气 为了我的计划 本想忍一忍 实在忍不了 我指着她鼻子开骂 你俩是没爹 还是没妈 让我养着 我算看出来了 这一年糖醋小排 把你脸吃大了吧 你不同意 我当然不同意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养猪养狗都不会给她 越想越生气 我抽出抽屉 你还没刷的饭盒 扣她头上 想吃好的找你妈 别为了点吃的 像调狗一样 沈烟脸色黑得 像锅底沈青燕 你会后悔的 我喜欢沈烟 人尽皆知 同学们都以为 我在吃苏凯的醋 过几天 自己又会屁颠屁颠地追上去 给沈烟当舔狗 很显然 沈烟也这么想 晚上放学的时候 劳斯莱斯停在学校门口 我上去后 关上车门 吩咐司机开车 司机诧异到 今天不等沈小姐了 我瞥她一眼 沈家哪来的小姐 您跟沈小姐闹别扭了 不是我说 您少爷 您就是大少爷 脾气太重了 沈小姐这么优秀 追她的男孩子多 也很正常 您可不能总跟她发火 女人骂要面子 您给她几十万 哄哄就好了 这次我看清了 后视镜里 林长青那副伪善的面孔下 藏着的算计 上辈子我到此才知道 林长青是沈烟的父亲 她为了让自己女儿 攀上沈家 不惜给她改了姓氏 她的蛊惑 觉得沈烟哪哪都好 我配不上她 啊 少爷 这不太好吧 爱沈小姐 来了沈小姐这里 她一嗓子坐实了 沈烟是沈家小姐的传闻 沈烟看到我在等她 并不着急 上车站在车旁 她居高临下地 看着我凯歌胃痛 你满意了 我气死了 你别乱叫 她胃痛 是因为你俩不去打饭 在教室腻歪 跟我没关系 别什么屎盆子 都往我头上扣 林长青看我说 她女儿不愿意了 我得多说你两句 沈少爷 这就是你不对了 我打断她 林叔别忘了自己身份 还有我爸还在呢 轮不到你教训我 林长青 善善地坐回去我 我这不是怕 你俩闹我会开车 林长青 怎么可能不让沈烟上车 她还是打开了车门 沈烟上来第一句就是 沈青燕 你果然无可救药 然后搀扶着苏凯凯歌慢点 林叔老规矩先送凯歌 哎哎好我冷眼 看着他们 林长青留不得了 以前我联系沈烟家住的缘 每次都让司机先送她 沈烟又坚持先送苏凯 所以我每次到家都很晚 晚上休息不好 早上我又着急去接他俩 每天都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出发 我爸根本见不到我 问司机林长青 却说我在外边玩 不肯回家 导致我爸对我越来越失望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醒 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 我穿好衣服下楼 林长青被拦在外面 都几点了 沈少爷还不起床 他怎么也学那些 富家少爷的做派 还让家里司机 等着吴妈催他一口 你等会怎么了 难道还让少爷等你 我走出去 林长青看到我 你怎么猜出来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们还得去接沈小姐呢 可不能让他久等 吴妈疑惑沈小姐是谁 林长青自知誓言来不及了 沈烟都等急了 说着就来拽我 助手我爸看到这一幕怒气冲冲 谁让你动我儿子的林长青 赶紧放开 董事长 您别生气我 我这不是着急去接人吗 我一月给你开我位数的工资 是让你专职接送我儿子的 不是让你去接什么阿猫阿狗的 那位沈小姐对你很重要吧 既然这样 我沈家就不留你了 吴妈结算这月工资 让他走人 林长青被吓坏了 他欺负我习惯了 没想到这次这么严重 他还有赌债等着还呢 他跪下来一把鼻涕一把泪 董事长我错了 少爷你说句话啊 我接送你这一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少爷 你是指每次都先送别人 还让我送礼物 讨他们欢心吗 我爸文言火冒三丈 马上把他赶出去 沈烟和苏凯赶到学校的时候 第一节课已经下课了 沈烟怒气冲冲地冲到我面前 沈青燕 这就是你报复的手段吗 你指的是 你故意不让林叔去接我们 我们跑过来的 现在你满意了苏凯 跟在他身后气喘吁吁 我疑惑地问他 你怎么不打车呢 看来苏凯在你心里 连二十块钱都不值呢 我知道他兜里没钱 因为林长青是个赌鬼 一月五位数的工资 他还要欠下几万的债务 我送给沈烟的大部分礼物 沈青燕你这次过分了 沈烟好心让家里司机去接你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就是这不是纠战雀巢嘛 我缓缓转过身 盯着沈烟 你是这么和他们说的 你家的司机 谎言被拆穿 沈烟也不慌 他淡淡看我一眼 有什么区别吗 呵 好样的 苏凯的兄弟们 也没闲着当起了竹马的嘴炮 怎么沈青燕 你不会说是你家司机吧 哈哈哈哈 你家有个小钱 也没到沈家这种级别吧 以为自己姓沈 就是沈家少爷了就是 沈小姐先爱心 也要有限度 沈青燕这种白眼狼 你就不要管他了 还有你家那个 不听话的司机 赶紧开了他 弄不清楚自己的主子 要他干什么 这话说的 真是扎沈烟心上了 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我讽刺一笑 你们说的对沈家 已经把那个 不认主的司机开了 沈青燕 你真是没有心 人家司机为了你 工作都丢了 你还在这心灾乐祸 我冲他咧嘴一笑 沈大小姐听到了吗 沈烟气得扭头就要走 却在门口撞到了 张兴沈烟的狗腿子 他兴奋地跑了进来 沈小姐你爸来了我爸 沈烟疑惑地看着他 对啊 明珠集团沈董市长 新楼落成 他来参加剪彩仪式 砰的一声沈烟的书包 掉到了地上 我爸今天来参加剪彩仪式 是昨晚我跟他商量好的 我不想再当冤大头了 我要揭穿沈烟 凭什么好事是我爸做的 名声和好处 却让他站了 张兴赶紧给他 捡起来烟烟姐 高兴坏了吧 哈哈哈哈 沈董肯定是想给你的惊喜 教室里沸腾了真的吗 沈董一般不出席这种活动的 那是咱沈大小姐没来 烟烟姐刚来半年 你看这不就不一样了 本来我爸捐楼的事情 只有校长知道 可不知道为什么 高一下学期沈烟刚转过来 我爸给学校捐楼的事情 就被爆了出来 所以同学们戏称 沈烟是人道楼道 老师们对沈烟的关注 也比我们这些小虾米多 现在想想沈烟刚转来的那几天 确实有意无意围着我转 再加上他场的眉清目秀 苏凯总在我耳边说 沈烟对我不一样 他这么优秀 还对我这么好 真羡慕我之类的 我才渐渐动了心 看来前世 我陷入了他们的陷阱 最后导致我们一家 都给沈烟做了法子 这位同学 还在对我冷嘲热讽 某人为了蹭沈家 不惜改了姓事 一会让沈董揭穿他的真面目 沈烟听得脸色惨白 同学们得意洋洋 走走走 咱们一起过去 说完他们就拥着沈烟往外走 沈烟僵硬地被他们围在中间 我 我 早上来的时候 刚见过我爸 你们自己去吧 哈哈哈哈 对你看我都高兴坏了 谁愿意在学校 见到自己老爸呀 张欣说完 沈烟松了一口气 我轻飘飘地看他一眼 想躲过去 没门 看我不揭穿你话皮 有和我想法一样的 苏凯的兄弟团们也不乐意 这样不就便宜沈青燕了 以后他还会不会在学校蹭沈家 苏凯温柔地出来解释 我会和沈青燕谈一谈的 以后他肯定不会再生出这种幻想 大家放心好了 前世就是苏凯给我洗脑 让我千万不要揭穿沈烟 他在学校没有地位后 会更加厌恶我 我信了 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自尊心 结果呢 沈烟顶着沈家千金的头衔 他俩倒是收获了不少好处 突然 耳边传来惊呼声 有个同学看到了苏凯戴的手表 哇 凯哥 你带的是浪秦吗 好闪啊 苏凯温柔一笑 燕燕送我呢 他的兄弟沸腾起来 曹志强羡慕疯了 这得好几万亿只吧 不愧是沈小姐 出手就是大方 张星也在一边掺和 那是 不看看我燕燕姐的实力 众人了然地点点头 羡慕死了 朝哪个方向拜 才能有沈小姐这样的女朋友 李京也不甘示弱 吹捧起了二人 你是不行了 沈小姐这样的 可不是谁都能露她的眼 有的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也不看看自己那副长相 还想和我们竹马争 曹志强说完 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真是的 在这阴阳谁呢 看上他这样的 我是瞎了 苏凯苦恼地摸了摸手表 其实我更喜欢燕燕之前 送我的那只僵尸单盾 要十万块呢 十万 僵尸单盾 我竖起耳朵 那不就是我刚丢的那条 怪不得昨天看着那么眼熟 感情是苏凯偷我手表 只不过他昨天丢了 太可惜了 妈的 台词都跟我的一样 曹志强听后 焦急起来 哎呦我的哥哥呀 那可是僵尸单盾啊 你怎么能这么云淡风轻呢 快想想在哪丢的 当时周围都有谁 李京吃笑一声 土包子 你当凯哥像你一样了 没见识 十万对沈小姐来说 也就一顿饭 他们肯定不在乎了 苏凯朝他头去赞同的目光 惊惊说的对 我虽然不在乎他的价值 但是他是奄奄送我的 我觉得丢了我们的情意 所以能不能麻烦大家帮我找一下 我昨天就是在教室丢的 我记得当时 奄奄刚刚打饭回来 后来我就发现手表不尽了 我就知道他没憋好屁 果然 大家听说后一份填膺 这算什么 得不到就要毁掉 沈青燕也太恶毒了吧 十万的东西都敢偷 曹志强气愤的伸出拳头 有的人真是像个小偷一样 暗中偷窥人家 看不得别人幸福 凯哥 你报警吧 报警 他敢吗 嘴一张就在这瞎巴巴 僵尸单顿是我的 是他偷我东西 他们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本来大家只是怀疑你 现在你自己承认了 你买得起十万的手表吗 你家那点小钱 禁得气你这么糟吗 还诬蔑我们男神偷你东西 他需要吗 你不认识他旁边的沈小姐吗 两句话说的 沈烟腰杆又挺起来了 苏凯也上前 痛心疾首的对我说 沈青燕 撒谎也要有个赌 你们和他啰嗦这么多干什么 曹志强直接抢过我的书包 哗啦啦把东西全倒地上 同学们瞪大了眼睛 地上赫然躺着一条 闪亮亮的手表 苏凯惊喜地走上前 毕竟他只是想让兄弟们 语言霸凌我 没想到手表真在我书包里 十万块钱失而复得 他竭力压制着嘴角的喜悦 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这就是我丢的那只 真的在你这里 你喜欢我可以送给你 为什么要这样 沈烟看到手表出现在我包里 脸色变了 他心虚地看我一眼 随后恢复了高冷的样子 曹志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这条手表是我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平常我不怎么戴 前两天吴妈说 手势盒子有被翻过的痕迹 我检查才发现丢了几件手势 其中就有这个手表 今早上新患的司机 在车里发现了手表 我就顺手装到了书包里 估计是林长青偷了手势 被沈烟偷偷拿去 哄男朋友开心 苏凯肯定想不到是家贼 看来我回去要查查监控 林长青从家里顺走的 恐怕不止这几件手势 我不仅不慢地开口 项链里刻着我名字手字母 苏凯甜蜜地看了沈烟一眼 里面确实有字母 不过是沈烟的名字 这怎么可能 我夺过他手里的项链 见鬼 里面刻着SY 明明应该是SKY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翻来覆去 仔细看了看刻痕 天杀的沈烟 他把中间的字母磨掉了 我摊坐在椅子上 欲哭无泪 沈烟冷笑一声 他走到我旁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 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接受你的东西 不代表什么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不可能对你产生任何感情 上课没多久 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出去 身后传来窃窃私语 他肯定是做小偷 被老师发现 拉出去教育了 刚才还死不承认 笑死 做梦都不敢这么做的 好吧 幸亏碰到了沈小姐 这种富家千金的 不跟他计较 如果换我丢了十万的东西 非跟他拼命不可 呜 沈烟真是太有魅力了 我都要爱上他了 刚出教室 班主任对我劈头盖脸一顿嘛 沈青燕 你这种凤凰男 想攀高知的 我见得多了 让着自己不要脸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想想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攀附沈小姐 她是你能染指的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谁给你的胆子 偷她的东西 这是财神爷 今天没计较 他要是报警 你我都完了 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东西 一会让你家长来一趟 他一口气给我罗列了好多罪名 这个败高踩低的小人 得知沈小姐被安排到了自己班 他把优秀生代表 优秀班干部 省三好学生的荣誉 统统给了沈烟 甚至在沈烟的暗示下 苏凯也得了不少好处 反倒是我这个正牌富家公子 上次月考排名第一 都没挤进优秀生行列 班主任看着我 恨恨说道 校长特意让我来叫你 没准就是沈家发现了你偷东西 小心说话 不要影响我评优 我白他一眼 评优你肯定是评不上啊 没准需要卷铺盖走人 进了校长办公室 看着座位上的那两个男人 我大声地喊了一声 爸 汪伯伯 班主任在一边扒拉我 你瞎喊什么 这是校长和沈董 他陪着笑 沈董您肯定是为沈家的事来的吧 我都知道 知道 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会我就让他家长把他领回去 偷东西的人 我们学校可不敢收 汪校长猝起了眉头 什么偷东西 班主任重重推我一把 就是他 不长眼 偷了沈小姐的东西 沈小姐什么身份 他也敢 话没说完 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因为在他推我的那一瞬间 我爸就过来接住了我 这回正把我揽着 怒目远征地看着他 呃 沈董 他 你刚说什么 我沈某人的儿子是小偷 轰班主任脑中炸开了 他迷茫地看着我爸 刚才张老师说 要让家长把他领回去 我就在这里 你说说吧 我儿子偷谁的东西了 这 这 他求助的眼神看向校长 校长恨铁不成钢地骂他 这是沈董唯一的儿子沈青燕 我当时不是跟你说过吗 特意把沈董的孩子分到你班 让你好好照顾他 是他 我以为是 你以为什么 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 还诬陷他是小偷 要把他开除 不不不 我没有 我没有 班主任把头摇得像波浪鼓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爸愤怒地看着王校长 当时好几家高中争我儿子 你说对他好 我才让他上你学校来的 你就是这么替我照顾儿子的 越想越生气 我爸把茶杯重重放下 义中的图书馆 你再找人见吧 沈某一分钱也不会出了 儿子我们转学 不受他这鸟气 当时我升高中的时候 市里好几所学校 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不是因为我成绩有多好 而是他们看中了我爸这座金山 班主任推一软 瘫坐在地 完了完了 王校长赶紧上来拉住我爸 别冲动 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青燕在这个学校已经待了一年 你再让他转去别处 孩子能接受吗 你别冲动 也问问孩子的意见 他赶紧问我 青燕在学校还适应吗 我点点头 我可不能走 沈颜和苏凯还在学校逍遥自在呢 就是走 我也要搞垮他俩才能走 我爸文言送了一口气 他不放心地问我 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 老爸给你做主 他们平常一直欺负你 我摇摇头 偶尔课别老师和同学会对我冷嘲热讽 但是有几个同学对我还是很好的 我没说谎 上辈子我追沈颜的时候 同桌和几个女同学就劝过我 但是我执迷不悟 还多次和他们争吵 后来高三紧张了 他们才渐渐不管我 青燕要不要换个班主任 我看了眼满头冷汗的张老师 心里冷笑一声 怎么能换班主任呢 他后面会怎么对我 还有沈颜和苏凯 我可是拭目以待呢 班主任吓得抬起了头 整张脸惨白惨白的 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因为这会他能保住这份工作 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他无比后悔 自己压错了宝 但是我也理解 同时照顾这么多同学 张老师肯定是有所疏忽的 我替班主任解释 现在的班主任 估计恨死了沈颜 我可不能让校长换了他 他干的那些事 根本不用我爸动手 早晚爆雷 自取灭亡 班主任欣喜地抬起头 对 对 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沈少爷 沈董放心 我爸不信任地看向他 看我坚持 有意替我敲打他 张老师平常就对我儿子 不太满意吗 班主任慌乱地看向校长 对方正专心地给我爸倒茶 班主任冷汗直流 我 我 我当然没有 沈董事长为什么这么说 那我怎么听说 他年纪第一都当不上优秀生代表 那个名额给了 哦 沈颜 那是谁 张老师的亲戚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不不 您误会了 张老师慌乱地解释着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是看他可怜 对 看他可怜 张老师 王校长严肃地打断了他 你不是说沈颜品学兼优吗 怎么又变成了可怜 可怜的人有很多 难道他们都能当优秀代表吗 班主任冷汗直流 本来今天听说沈董事长要来 他很开心 幻想着自己把沈董的女儿 照顾得这么好 肯定能升个主任 这下全泡汤了 都怪那个沈颜 要不是他暗示自己是沈家小姐 他拍马屁 怎么会拍到马腿上 班主任战战兢兢 小心地陪着笑 说自己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校长看火候差不多了 他出来打圆场 毕竟张老师的教学水平 是有目共睹的 看我们的意思 也没想换老师 老沈 张老师做的这些事情 我后着脸皮跟你道个歉 您要是不喜欢他 等清燕毕业以后 马上让他走人 你看现在孩子也适应了 中途换老师 对班里影响太大 班主任期待地看着我爸 你说呢 清燕 就按校长伯伯说的吧 班主任感激地看我一眼 我爸同意了 他招来司机 让他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 班主任看到限定的礼盒 眼都直了 本来清燕说 张老师经常背十尿的包包 想着这次给张老师带两个 但是刚才发生的这件事 张老师不舍得看着那两个包包 他现在哪还有脸收 沈董开客气了 包包我就不 我爸一挥手 司机把两个包包带了回去 班主任恨的牙都咬碎了 估计心里又骂了沈妍千万遍 剩下的这些 是给清燕同学带的一些小礼物 因为我让周密书带过去 劳烦张老师发给他们 哦 对了 还有一些不友好的同学 我教育 我教育他们 这次肯定不发给他们 周密书 跟着一起过去 是 董事长 我爸本来想和我们一起去教室发礼物 但是路上他接到了公司的连黄扣 就留下了秘书 自己带着司机回了公司 教室里吵吵嚷嚷 张星还在劝沈妍 去找沈董 拆穿我的真面目 我都替你着急 现在只有咱班知道沈青燕是冒牌货 别的年纪可都被蒙在鼓里 看他平常那副作派 真有人管他叫沈大少爷 笑死 他敢去吗 沈妍端坐在书桌前 义正言辞 我不想仗势欺人 你们也不要这么逼迫他 来人面子重要 揭穿他面子往哪里放 我嘴角勾起 沈妍 做梦久了 真拿自己当沈家小姐了 也不撒抛尿 照照自己那副德行 沈妍的狗腿咱们不干了 对我破口大骂 班主任赶紧过来制止 同学们 静一静 刚刚清燕同学的父亲来了 给大家带了礼物 秘书提着礼物盒走来 张星带头夸张地笑起来 哈哈 你们看到他爸爸穿了吗 他家不会是卖保险的吧 哈哈 苏凯的兄弟们也纷纷附和 沈青燕平常的花费 也不知道要他父亲 卖多少次保险才够 平常看他做派 还以为多有钱呢 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 就这还吹嘘自己是沈家大少爷呢 礼物我可不要 谁知道多穷酸 不会是保险单吧 我不要 我也不要 卖保险都推销到学校来了 只有几个跟我关系 比较好的男生围了过来 你们太过分了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怎么能这么说青年 就是 礼物是叔叔的心意 你们说话太难听了 谁稀罕他的礼物 你们收吧 我们着急去找沈董 张阳拉着沈燕就要走 沈燕急得满头大汗 周密书开口了 沈董公司有事 先走了 沈燕听说我爸走了 长叔一口气 以为躲过一劫 我叫来密书 周叔叔 您替我把礼物发给大家吧 刚才那几个说不要的 就不用发了 太好了 名正言顺的省下了 真便宜了这群白眼狼 我会呕死的 是 少爷 搞得还挺像那么回事 张欣伸着脖子看笑话 让我看看是人寿 还是平安 钢笔 曹志强无所谓道 哈 这也太老套了吧 什么年代还送钢笔 礼金也不甘示弱 生怕是了在沈小姐 和竹马面前表现的机会 搞这么大阵仗 和给小学生送铅笔 有什么区别 我可不像某些同学 一点小安小会就能收买 咦 这个钢笔怎么拧不开 清燕 不用换墨囊吗 赵家豪疑惑地问我 哈哈 还是个坏的 沈清燕 这是你家保险送的赠品吧 拿过来我看看 张欣一把抢过去 准备好好嘲笑我一番 可是拿到手里 他感觉到了不对 沉 不像钢笔 更像是个工艺品百件 他疑惑地翻来覆去 想找到XX保险字样 果然他在笔身一侧 发现了一行小字 哈 被我发现了吧 这是99999足精 他不敢置信地揉揉眼睛 曹志强凑过来 眼花了吧你 谁这么好送金笔 这少说有一百克 还没说完 他就嚎叫起来 真的是足精 还是五个九公益的 其他收到礼物的同学 赶紧打开看 果然 在笔身一侧 都发现了 99999足精的字样 我的老天爷 我不是做梦吧 你快掐我一下 我说刚才一个手 拿着费劲 合着比我妈的金镯子还沉 啊 清燕 你是什么人间财神爷 我太爱你了 这个真的是送我们的 不是清燕 你什么身份啊 真是富家少爷 在一片瓷器笔伏的尖叫声中 周秘书开口了 这都是我们沈董事长 送给大家的 感谢大家平常 对清燕少爷的照顾 大家放心收下 不用有顾虑 同学们面面相去 沈董事长 清燕少爷 所以你真的是 沈是大少爷 怪不得 明珠集团就是做 惊奇发家的 你平常也太低调了吧 张欣不死心 可是 沈焰不才是沈家小姐吗 她指着沈焰 周秘书看向他们的方向 沈焰慌忙别过头 抱歉 我不认识这位同学 怎么会不认识呢 她姓沈啊 你再好好看看 周秘书笑了 天底下姓沈的多了 但是我们明珠集团 沈少爷才是唯一的继承人 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 同学们看沈焰的眼神都变了 她竟然是假冒的 还故意误导他们 让他们攻击正牌少爷 曹志强率先向苏凯发难 我要被你害死了 那可是五位数的金子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她是沈家大少爷呢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苏凯低下头 少来 你和沈焰一起上下学 她是假的 你肯定知道 你是故意帮着沈焰骗我们 让我们替你冲锋陷阵 苏凯都要哭了 她看向沈焰 焰焰 沈焰猝凸眉头 走到苏凯旁边护住她 你们够了 她一来大家更生气了 罪魁祸首就是她 张欣义愤甜硬地问她 你为什么骗大家 你是沈家大小姐 我可没这么说过 是你们自己误会了 沈焰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众人吃了个哑巴亏 都这时候了 她还这么神气 我能忍 我把手朝她一摊 还回来吧 沈焰很惊愕 她万万没想到 我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 你不会赖账吧 当时你收手上 这个卡地亚的时候 可是一百个不乐意 说我用钱砸你 侮辱你 故意送你名牌 是看不起你 我现在反思了一下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我没有考虑到 沈同学的自尊心 现在我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了 麻烦沈同学 把我之前送你的东西 都还回来吧 省得再出现 被同学认错的事情 说着我把昨晚连夜 整理的购买记录 拿了出来 刚刚特意在办公室 打印了出来 半年 足足三十六页 每页至少六件 沈烟的胃口真大 沈青燕 你非要做到如此吗 沈烟 你不会穷风啊 不想还吧 沈烟脸色难看的 把表摘了下来 我看着他身上的 限量款包包 他往后嗦了嗦 这个 我明天再带来还你 原来沈烟身上的奢侈品 都是这么来的 他道行挺身啊 把富家少爷 耍得团团转 不是 我二克王吗 他不是天天和苏凯 腻在一起 怎么又收沈青燕的礼物 这有啥不明白的 竹马带出去有面子 羊草呢 又需要钱 哦 众人终于明白过来 齐刷刷的看向苏凯 果然在他手上 也发现了价值不菲的腕表 项链 苏凯赶紧捂住 这些可不是沈青燕给的 这是我自己买的 苏凯普通家庭 拿来的钱买奢侈品 估计沈烟便卖了 不少我送他的礼物 怪不得一些礼物 我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 原来被他拿去 讨男人欢心了 这时大家想到了 刚才那个项链 青燕是沈家大少爷的话 那刚刚那个手表 还用说吗 肯定他的 沈烟都被扒皮了 他的穷鬼 哪买得起僵尸单顿 我靠 你俩把我们当猴子耍了 众人说着就要上去挠他俩 这时 门卫带着警察来了 周密书上去交谈 刚刚我让周密书报了警 这会估计司机 也把家里的监控视频传过来了 警察弄清楚了事情原委 那条僵尸单顿手表现在哪里 苏凯不情不愿地拿出来 经过发票 购买视频对比 这条项链属沈青燕少爷所有 请问苏同学 这条项链你是哪来的 苏凯直直无无不说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把你带回警局 苏凯一听去警局慌了 是 是沈烟给我的 她说特意给我买的 沈烟站出来护住苏凯 是我给她的 那又怎么样 沈青燕在追求我 她非要送给我 我给凯哥有问题吗 我真是被她的无耻惊呆了 还以为沈小姐一身傲气 原来背后偷偷都收了 这只手表我可从来没送出去过 有人进我家盗窃 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周密书播放了一段视频 正是司机刚刚发过来的 画面里 林长青鬼鬼祟祟 进入房间翻手试合 拿走了不少好东西 沈烟脸上少有的慌乱 我 我不认识她 沈烟 你连自己亲爸都不认识 周围窃窃私语 她爸 这不是沈家原来的司机吗 那么 沈烟只是司机的女儿 然后爸爸偷东西 女儿拿出去送人 俩人对视一眼 在彼此眼神里都看到了震惊 天哪 这是什么奇葩一家 我朗生对大家说 这算什么 沈烟原来姓林 为了让我们以为 她是沈家小姐 姓都改了 那 原来改姓求荣的人物是她 我们刚才还说亲眼 哦 我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我也 突然觉得自己好过分 她这是处心积虑的骗我们了 警察把手链还给我 林绍青涉嫌盗窃罪 已经被抓捕归案 哪位跟我去做个笔录 周密书跟着警察走了 沈烟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你报警抓我吧 我是雇他做司机 不是给他当仓库的 小偷的儿子 嘿 软饭男 虚伪的女人 沈烟和苏凯被骂得狗血淋头 班主任也不制止 看我们骂得差不多了 冷冷地对沈烟说 你给我出来 外面很快传来班主任的咆哮声 沈烟回来的时候垂头丧气 不用想 肯定是优秀代表和奖学金都泡汤了 我不当冤大头以后 沈烟的日子很不好过 她家住在城中村 距离学校车程一个小时 没了豪车接送后 她每天只能坐公交 车程接近两个小时 晚上我们晚自习上到九点四十分 末班车早就停了 她还要徒步走回去 经常看到她上课打盹 班主任越发看她不顺眼 找了的借口 把她座位调到了最后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 好几次看到她在米饭窗口 偶尔苏凯接鸡她一下 给她打个番茄炒蛋 这么看来 沈烟也是一个普通人 不知道前世的我 为什么会被这种人搞死 班里再也没人恭维她 以前沈烟什么都不用做 坐在那里就有人替她打水 倒垃圾 做职日 还一口一个烟烟姐叫着 班主任也夸她是天才 现在 呵 就连和她关系最好的张星 看到她都要催她一口不要脸 沈烟处处受人白眼 她再也顾不上和苏凯亲亲我我 毕竟只是生存下去 就用尽了她全部的精力 这几天她忙着变卖我的礼物 想把她把捞出来 但是金额远远不够 终于有一天晚自习后 沈烟在门口截住了我 清燕 我们谈谈 我看着她 这个我曾经心目中的白月光 眼下无青 眼神暗淡无光 再也没有出见时候的清冷高贵 她这是 想念沈大小姐的光环了 不过 从她嘴里听到我的名字 还是很恶心 怎么 沈同学要还我剩下六分之五的礼物 没错 那天沈烟只还了一小部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 张嘴闭嘴都是钱 咋的 你不还钱还有理 之前你说要资助我的事情 我同意了 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还有 凯哥这几天受苦了 你给他几十万补偿一下 不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哪个好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啊 我围着他转了两圈 沈烟 你脑子有问题吧 你看我像大傻逼嘛 沈烟脸上浮现出一层薄怒 你有必要这么侮辱人吗 那怎么着 你这么不要脸 我还给你跪下课一个 什么东西 还想让我继续拿钱赌你家的窟窿 门都没有 我气呼呼的就要走 沈烟慌忙上来拉我 我一巴掌扇她脸上 放手 司机就在对面 我才不怕她 苏凯赶紧冲过来 扶住沈烟 怒气冲冲的冲我后 烟烟都低下头颅 同意你的施舍了 你还要怎么样 她已经很顺从 你大少爷脾气了 你为什么总是不满意 烟烟这几天过的什么日子 你看到心里不会痛吗 虽然我对这俩人的尿性了如指掌 但有一瞬间 还是觉得被气出了心梗 我第一次见找别人要东西 这么理直气壮的 祝福 所死 他俩千万别出来祸害别人 沈烟捂着脸 受伤的看向我 青燕 你变了 以前你不舍得这么对我的 那你怎么对我的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 沈烟面色惨白 我 我错了青燕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沈烟这么快认错 我是没想到的 他前世的傲骨去哪了 我更看不起他了 我看着他 一个荒谬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成行 苏凯文言 不可置信的看向他 烟烟 你怎么可以给这个男人道歉 他害你害得那么惨 怎么 不让你吸血了 不习惯 沈烟眼神里闪过一丝犹豫 最后下顶决心 我和他什么都没有 你误会了 苏凯睁大眼睛 烟烟 你说什么 我考虑一下 沈烟面露喜色 真的吗 不过 我不想再看到你俩在一起 沈烟以为我心里还爱着他 这几天是吃醋了 为了把他罢救出来 恢复以前的风光 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苏凯眼睁睁地看着沈烟 上了我的劳斯莱斯 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他眼里浓浓的极度和不甘 这才哪到哪 前世他俩怎么对我的 我可记得一清二楚 欲使敌人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我和沈烟和好如初的消息 很快在学校传开了 早上他从我家劳斯莱斯下来的时候 同学们都直呼好家伙 沈烟这手段不服不行了 谁让人加入了沈大少爷的法眼呢 你羡慕也没用 天哪 怎么就没有个瞎眼少爷看上我啊 同桌过来劝我 那个沈烟 不是什么好人 你怎么又和他 我安抚他 没事 我心里有数 同桌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 赵珊珊凑过来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学校附近混混出没 你们注意点 爸 我们学校附近治安很好的 不能吧 我想起来了 前世也有这么一件事 他们的对象是我 想到了自己前世悲惨的遭遇 上一世 我被小混混群殴 学校里第二天立马传出留言 他们说我自甘堕落 跟混混学坏当流氓 那天苏凯说胃疼 沈烟就让司机先送他去医院 我不愿意 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爸还在家等我吃蛋糕 所以我求他们先把我送回家 再让司机送苏凯去医院 沈烟说我心肠恶毒 把我扔下了车 小巷子里有几个混混逼近了我 我惨遭群蒙 后来我霸气不过派人去调查 那一带是学校严管路段 根本没有地痞流氓 那几个人只在那一晚出现过 所以是有人故意要回我 我后来慌忙去找沈烟解释 他只是眉目冰冷地看向我 你让我觉得恶心 从此我在他面前 递到了陈埃里 后来在沈烟和苏凯的婚礼上 我又见到了那个人 成了苏凯的伴郎 他胸前扎着送亲的礼花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当年的罪魁祸首就是苏凯 既然他们要害我 那我就就奉陪到底 我打电话给沈烟 告诉了他附近流氓乱缠的事情 让他告诉苏凯注意安全 当夜我就开始行动 沈烟立马告诉了苏凯 但是苏凯却洋装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然后来告诉了我 看着苏凯在我面前心心作态 我冷笑一声 装作很害怕的样子 没问题 苏凯的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此时我打开了手机发给保镖 行动 很快到了当晚六点 我当然没有出现 而是早早放学 坐上了保镖车回到了家 我在家里开着空调 吃着西瓜玩电脑 坐等事态发展 果然 第二天苏凯没有来学校 下课后 赵珊珊凑过来 你们听说了吗 苏凯被人群殴了 啊 我们学校附近是安很好的 不能吧 张兴他叔叔就在警局 千真万确 听说昨晚报的警 但是人没抓到 哼 那个蠢货自作自受了 我昨天找人调查了一下 苏凯那个亲戚 发现他当晚跟人喝酒打架 打去了医院 我派保镖装作那个亲戚的口吻 给两个小弟打电话嘱咐 一切按计划继续 只是 换了个人 目标是 苏凯 当晚苏凯肯定以为 我肯定会出现 再加上是自己的人 沈烟也出现在他身边 便大大方方的走进了那个巷子 没想到 被取殴的人竟然是他自己 而沈烟看见被欺负的苏凯哥 不仅不报警救他 反而掉头就跑 苏凯被刺激的不轻 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骄傲 他走到哪里 都有人指指点点 就是他 那个被取殴 跟混混不学好的垃圾 以前就看他装模作样 怪不得 男同学们 也用看不上的目光盯着苏凯 平常装得那么高了 对我们爱搭不理的 私底下却是这种垃圾 我很好奇 沈烟知道苏凯被取殴后 是不是也觉得他很恶心呢 没几天 苏凯受不了流言蜚语 没几天就转学了 那天 沈烟一天没来学校 青燕 那个 钱什么时候能打过来 眼看着林长青要被提起诉讼了 学费也没着落 我还对他不冷不淡的 沈烟慌了 对不起啊 我忘了告诉你 我家资金流出现问题了 暂时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并不多啊 区区几十万而已啊 你零花钱不是很多的吗 我不好意思的看他一眼 我这些年攒的钱 都给你买礼物了 所以我前段时间 才想着找你要回来 我爸催我好几次了 说我送出去的有大几千万了 让我要回来 有了这笔钱 公司还能运转一段时间 你 你看你能不能先还给我 我送沈烟的礼物 早变成他爸桌上的赌资了 没输完的也被变卖了 沈烟气得脸都红了 他是来找我要钱的 没想到还要还钱 我就是故意的 我要让林长青坐牢 让沈烟身上这个污点再也洗不掉 还想继续上学 做梦去吧 曹志强跑过来 沈烟 你又欺负青燕 他都说了家里没钱了 他爸为了公司 把劳斯莱斯都卖了 你还逼他 一个成年人有手有脚的 就知道吃软饭 对对对 那两劳斯莱斯沈烟和苏凯都做过 我看着就觉得晦气 让我爸给我换了一个 青燕 你之前送我们的笔 我明天给你带过来 你家现在这么困难 爸 这倒也不用 你不要再逞强了 就是 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嘛 被其他同学这么一说 沈烟脸色更难看了 他再也张不开嘴找我要钱 我喜滋滋的等着沈烟退学 可是第二天 他还好端端的坐在教室里 好像还挺高兴 放心的打了的电话 确认林长青的赔偿还没到位后 松了一口气 看来沈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弄了一笔小钱 先把学费交上了 中午去食堂的时候 沈烟豪气的和同学说 今天同学们的饭他包了 同学们都不敢信 毕竟前两天他还到处借钱 沈烟说他家有个亲戚 赞助了他一笔钱 今天这顿饭就当给同学赔罪了 我认识沈烟十年 他有个鬼的亲戚 父亲赌钱赌的狗都不上门 张心不幸 试探着点了一份红烧肉 沈烟真的爽快付了账 其他同学见状 纷纷下手 几乎包园了食堂的肉菜 沈烟也不生气 跟在几十个同学身后刷卡 嘴角还擒着一抹笑意 是我看错了吗 那个意气风发的沈大小姐又回来了 哈哈 我也有这个错觉 一顿饭拉近了沈烟和同学们的关系 饭后 他又变成了烟解 有几个同学没敢吃他的饭 我们坐在一边看着他们狂欢 很是看不上这群势力眼 沈烟突然变得财大气粗起来 甚至还要送我一个手表 我真的是要吓死 谁知道他哪来的脏钱 到时候会不会牵连到我 这天 班主任正在上课 警察突然造访了 张老师 我们有一些情况需要向沈烟同学询问 请您把他带出来 我们伸长了脖子 也没听到外面的对话 张心 什么情况 沈烟犯事了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叔叔最近在忙网贷的事 难道沈烟办网贷了 你傻啊 他未成年办什么网贷 再说 网贷是崔叔的上门 也不是警察啊 我们猜测了很多 也没有头绪 两天过去了 沈烟一直没回来 班主任让人把他的课桌搬到了角落 还得我们上了一堂网络安全课 让我们保护好自己 不要轻易替别人网贷 我们终于了解了事件的全貌 沈烟伙同苏凯骗了外向一个高三女生借网贷 那个女生承受不住崔叔的压力跳楼了 原来苏凯转校走后 认识了一群小混混 他们长期霸凌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很自卑 沈烟当时缺钱 苏凯就给她出了个主意 让沈烟去关怀那个女生 还给她安排了一场姐妹赶走流氓的戏码 女生终于被感动 答应了替她借网贷 可是沈烟黑心 她让那个女生借用贷 而且还不止一家平台 高额的利息 那个女生根本还不上 还款日期到了之后 崔叔的人拿右招威胁她 她去找沈烟 却发现对方和霸凌自己的苏凯在一起 她生命中的光终于熄灭了 女生本来就有抑郁症 万念俱灰之下跳了楼 现在沈烟和苏凯已经被拘留了 听说女生父母拒绝和解 坚决要俩人偿命 没几天 沈烟的妈妈来给她收拾东西 她一拳一拐 以前是我见她的时候 苍老了不止十岁 我还记得那时候沈烟的嘴脸 我妈需要顶尖骨科医生 老规矩 你交完钱就消失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用外人的钱 然后她被安排进了顶级VIP病房 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拉着苏凯的手笑得开怀 好孩子 只有你才配得上我女儿 呵 她的眼光还挺好 这辈子俩人坐牢都在一起 这天张欣跟我们八卦 沈烟在牢里疯了 我们都感兴趣的凑过去 她说她自己是沈总 哈哈哈哈 还说不放她出去要所有人陪葬 你们说她是不是霸总能看多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沈烟重生了 不过没关系 重生的她也是个废物 沈烟和苏凯已满十六周岁 绝对能负法律责任 可是判决输下来后 苏凯判了十年 沈烟却只判了三个月 难道沈烟重生后 真的有点机遇在身上 她出狱后 我一定要找机会探探虚实 还不等我去找她 沈烟就气急败坏的来校门口度我了 沈青燕 你为什么不再资助我了 你还故意害我爸被判刑 凯哥现在还在牢里 你变了 为什么 她神色癫狂 三个月没见 已经被摧残得不成样子 再也不见前世 一点意气风发 这不是你说的吗 你不需要我资助 每次给你钱你都恶心 你还说 苏凯才是你生命中的光 没他你根本支撑不下去 我只是满足了你的要求 有什么不好吗 你 你也重生了 沈烟用见鬼的眼神看着我 你 哼 重生了也不过如此 你沈家算什么 末期少年穷 你真以为前世的富贵是靠你 我就让你看看 没你的帮助 我一样起家 那就提前恭喜沈总墨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确认过眼神 他还是那么蠢 放心了 今年A城发生了一件大事 前世沈烟靠这个 获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靠山 陈金南要来A城考察投资 她是港城头号富商的大小姐 一直在国外留学 所以没人认识她 再加上A城刚刚发生 一起金融诈骗案件 所以这位大小姐碰了无数的饼 我早年跟她有过一面之缘 就千方百计说动沈烟 招揽了这尊精才神 现在沈烟还想效仿前世 我派去盯着她的人告诉我 沈烟日日蹲守在陈金南下她的酒店 但是她不知道 陈金南很受父母看重 酒店的周围有巡逻保镖 所以她出现的第一天 照片和生平经历 都已经被承送到了陈金南的房间 陈大小姐特别不理解 为什么A城的人如此奇怪 大企业统统把她拒之门外 一个高中辍学 还坐过牢的女人 却表现出对她很感兴趣的样子 她只能让人盯紧这个奇怪的人 所以沈烟一直没找到机会接近陈金南 陈武只给了小女儿一个月的考察时间 眼看着时间到了 陈金南索性以她爸的名义 给A城知名的企业都下了邀请函 沈烟想进去 门口就被拦下了 于是衣衫不整 恕我们不能接待 她只能换了一身服务员的衣服 狗眼看人低 以后老娘发达了 让你们在A城混不下去 最近我爸有一拓展产业链 又怕集团那群老顽固不肯 就派我来试试 看能不能拉到陈家的投资 可以的话就开个新公司给我练手 我喜滋滋的来了 刚到门口就听到沈烟的那番豪言壮语 身边一群人听到后都笑疯了 沈烟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迷之自信 这是哪来的奇葩啊 宴会还没开始 小姐妹们凑在一起八卦 有个老夫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 不小心撞到了端着托盘的沈烟 力度不大 酒杯里的红酒都没晃 沈烟不干了 她把托盘重重一摔 上前推了老夫人一把 你个老不死的 没长眼睛吗 老夫人刚想道歉 看她那副做派 冷哼了一声 今天是陈大小姐宴请企业家 一个老不死的哪来的 滚滚滚赶紧滚 老人被她推的一个猎钱 我赶紧上前接住了她 沈烟这个蠢货 她一看是我 眼里闪过蔑视 沈青燕 老女人你都不放过 还真是即可 我不答应你的追求 也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吧 我马上就要成为 陈小姐的合作伙伴了 如果你这回跪下来求我 我考虑给你一次机会 我把老人扶到一旁 论圆了胳膊 给她一巴掌 你 你个废物 我 沈烟刚举起胳膊 助手 陈金南来了 沈烟看到她一喜 算你好运 她整了整自己的衣服 快步走上前 陈小姐 我是沈烟 希望咱们合作愉快 陈金南促起眉 什么合作 投资啊 我接受你的投资 但是你不能插手我的公司 你们这种附加千金 根本不懂经营 陈金南饶有兴趣的看着她 不知道这位小姐 准备让我投资哪个项目 有企划书吗 年营业额大概是多少呢 沈烟被问猛了 怎 怎么还要这些 你不是就负责出钱吗 众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 这个服务员疯了 这和在大街上 拉着一个人要2000块钱 有什么区别 人家陈小姐 投资也要考察对方的 好吗 你一冲二百 人家纯纯付贫来了 前世这些东西 我都让财务帮她准备好了 沈烟只是在和苏 晚晚约会的间隙 抽空见了陈金南一面 就面色不耐的走了 我磨破了嘴皮子 还用明珠集团担保 才帮她搞定这尊才沈烟 她真以为自己 有那么大实力呢 抱歉 我不做慈善 沈烟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你不把钱给我 整个A城 还有谁敢要你的钱 你把钱花出去 然后安安心心回港城 当你的扩哨不好吗 谁说没人要 希望陈小姐能考虑一下我 我拿出准备好的企划书 只要陈小姐投资给我们 明珠集团成果 每年的营业额 不会少于这个书 陈金南深深看我一眼 低头翻起了企划书 沈烟感到一丝不安 她指着我 大声嚷嚷 陈小姐 你不投资给我没关系 你也不能给她 她就是沈家培养的一个废物 之前追求我不成 这回又来勾引陈小姐你 刚才她还在那边陪着老女人 你是没看到 那老女人都一直绞进棺材了 也不知道她怎么下得去 保镖凑近陈金南耳边 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啪 沈烟话还没说完 陈金南就扇了她一巴掌 目光冷泪地盯着她 谁给你的胆子侮辱家母 沈烟被打猛了 谁 那个老女人 她 陈母站了出来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陈某 那就请便吧 她一招手 过来两个保镖 你是陈云天 不可能 你怎么会出现在A城 明明只有陈金南 当然是陈金南连夜把母亲叫来撑场子的 蠢货 这时有人认出了沈烟 她是不是前不久逼死高三女生的那个罪犯啊 对 就是她 刚才我就看她很熟悉 有人不知道情况 那个人就会深晦涩地给大家抢了一遍 人们看沈烟的眼光恨不得活寡了她 保镖扔她的时候毫不留情 宴会厅里都抖了三抖 沈烟出去后不死心 她开始联系之前的那些合作伙伴 在她印象里 那些人都很尊重她 每次见面一口一个沈总 她不知道 人家看的是她背后沈家的面子 没沈家 她算什么 那些人一听说是沈烟 见都不见 直接让前台把她拉入了黑名单 宴会上的事情他们都听说了 有个高中辍学还犯罪的神经病 到处找合作伙伴 他们可不想被行业耻笑 沈烟转了一圈 碰了一鼻子灰 这天她跑到别墅 拦下我的车 清燕 我答应做你女朋友 只要你把陈金南的投资转给我 我就原谅你的所作所为 但是以后你可不能再勾 她话没说完 劳斯莱斯的窗户缓缓降下 露出陈金南那张惊雕欲刻的脸 怎么 沈小姐要追求我男朋友 沈烟好像见了鬼 你 你们 陈金南扬了扬手里的花 你没带这个来吗 清燕刚才送我的 我很喜欢的 你有吗 不可能 沈清燕根本不是这么虚荣的男人 她只爱我一个 为了我 她当了十年舔狗 怎么可能不喜欢我 你闪一边去 清燕 沈清燕 你下车 喂 后视镜里 沈烟级的原地跳脚 刚刚我说的 沈少爷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我做你女朋友 替你搞定刚才那个女人 我摇了摇头 陈金南是个花蝴蝶 前世她和沈烟企业做大后 明星男朋友轮流换 这时的她 对我也就图个新鲜 女人哪有搞钱乡 谢谢陈小姐 我自己可以的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找个人 沈烟天天出来恶心人 我决定送她份大礼 我替她找了个有钱人 能不能成功 就看她自己了 这天我正在店里买包 沈烟陪着一个四十来岁 搭着啤酒度的男人进来了 男人落座后 沈烟拾去的捏肩垂腿 偶尔腰和桂姐两声 不是茶烫了 就是咖啡凉了 摆完谱后 男人拿出一张黑卡 把你们店里上新的都拿来 顺便给她挑两身 今天周末 商场人流量非常大 我赶紧多角度拍了几张 加上之前侦探发我的 打包发了出去 顺便附上地点 男人去拭衣服了 沈烟把咖啡一放 站到我面前 理了理袖口 看到了吗 我掀起眼皮看她一眼 你刚才垂腿捏肩 我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了 你 我沈烟不是非你不可 你刚看到了 李哥很重视我 我很快就能创业成功了 他已经答应给我一笔钱 我早晚要把你沈家踩在身下 沈烟 风大 别闪了舌头 你的李哥已经出来了 正瞪你呢 沈烟慌慌张张地走了 隔得远都能听到李哥的咆哮声 沈烟小心翼翼 被骂得像的安纯 俩人在店里待了半个多小时 沈烟提了大包小包 去结账却发现卡被冻结了 这时候外面走进来 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进店就把沈烟摁到地上 打了的鼻青脸肿 把她的衣服扯坏 沈烟身上到处都挨了连环脚 衣服被撕得破烂不堪 只能拼命捂住头 几个人打完之后 走到李哥面前 夫人让你马上回去 然后扔下一叠照片 扬长而去 李哥被吓坏了 反应过来后急匆匆地走了 沈烟在地上躺着 没人赶上前 商场里人看到照片后 纷纷捂住了眼睛 躁念哟 有人已经举起了手机 照片背景是酒店 本来交缠的两个人被裁剪过 现在只剩下了沈烟 我走到她身边 沈小姐刚才不还信誓旦旦的 把我沈家踩在身下 怎么这么快就被别人踩了 沈烟抬起头 恨恨地看着我 沈青燕 你不要得意 行吧 我也不该跟一个病人过多计较 什么意思 我捂住嘴 满脸惊讶 不会吧 你该不会不知道李哥 他怎么了 沈烟面色一沉 你还是去检查一下身体吧 沈烟肉眼可见的慌了 他亮亮呛呛爬起来 不 这不可能 这件事被好事者发到了网上 苏凯的父母坐不住了 自己儿子还在监狱里吃苦 渣女却逍遥快活 他们带几个人打上了门 当初凯哥把罪名全揽下来 是指望你去救他的 一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 我那可怜的儿子 他判了十年了 整整十年 听到这里 我明白了 当初苏凯和沈烟一起重生 苏凯为了尽早出狱 主动揽下全部罪名 他觉得以沈烟的能力 最多一年 就能成为前世的沈总 在A市只手遮天 为了钱 他选择让沈烟先出狱 神母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打 他的腿已经完全站不起来了 只能在一边干着急 助手 助手 你们儿子自己犯件 关我女儿什么事 苏凯的妈妈气得双眼通红 你以为你女儿是什么好东西 网上的消息你没看 李林被报艾滋 你女儿跟那个男的 搞了好几个月 他早完了 你女儿 活不了多久了 沈母直直瞪着她 胸前剧烈起伏 突然一个急火攻心 晕了过去 妈 沈母没了 沈烟受不住压力 从医院跳下 成了活死人 想到前世 沈烟站在高台 冷冷地把我推下去 果然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重活一事 我终于让她付出了代价 全文完